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2号星期五 事逢周末 我今天跟大家就介绍一本我的新书 这本新书上个星期在日本出版 书名比较特别 叫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 这个书名是日本的出版方出版社 所反复斟酌所责定的一个书名 那我这个书的大意写的就是在十九大前后 中共继续在对抗世界文明 在一种倒行逆思往左拐的这个道路上 一路陌路狂奔 主要是回答日本读者 对近几年中国问题的一些关切 那这本书因为是因日本出版社 商业出版社的这个应约而写 所以目前是日文版 写了之后才翻译成日文 还没有出中文版 中文版我在考虑之中 那么这个由于没有日文版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内容简介 但这本书又是上个星期 1月25号才出版 书一样还没到我手上 书还没到我手上 但日本的各大书店已经有了 那我就把这个书的封面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遍 如果去书店的话可以识别 这个可能近一点才看得紧 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 那么这本书的这个目前在日本的各大 各个全国各地的书店 它都有主要的书店 所以懂日文的能够读日文的这个中国读者都随时可以找到这本书 都在排列比较靠前 在纽约我知道有个四十间六大道有个书店 日本叫Kilokulian 中文的意思就是 技一国屋书店 比较大的书店 也能够找到这本书 目前这本书在过去这个星期中 在日本中国内话题的书籍里面是名列前茅 就是排前几名 畅销榜 要么是前几名 要么是有时候是第一名 不等根据情况 就说还就像我前些年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比较受欢迎 那么这本书呢 这个我想做一个简介 这个简介 这本书的主要是讲的就是过去四十年 有目共睹的是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地缘优势 中国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 那么这个到了最近几年 中国的经济病态增速下滑 但是瘦死的骆驼说比马大 反正巨大的经济规模摆在那里 你要说他就要崩溃呢 这个应该说是为时过早 或者说或许在一定时期内 不逆用崩溃这个说法 这个因为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透视一下 这个中国经济会比较客观一些 而且可以透视出其中的虚实 这个中共所掌控的这个国家的虚实 病态下滑 但是尚未崩溃或者是暂时不理用 可能崩溃这个话 那这个在现阶段是这样 尽量客观一点 那么中共呢 它是控制了 它作为这么一个执政党 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政权 它控制了全中国的资源 因此借中国40年 崛起这个过程 它成为爆发户 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 第一富有的 第一大党 而且是最富有的政党 可以说妖禅万贯 是一个红色土豪 这个妖禅万贯的红色土豪 那么暴富之后啊 它是基本上是把金钱变成了个工具 就是叫做按中国现在网友流行 流行的话叫做有钱就任性 说中共呢 这个有钱就任性 他就把这个金钱当做一个主要的工具 来维护他自己的政权 比如说现在这个在中国那边是 创历史记录的最高的军费 和创历史记录的维稳费 维稳费比军费还要高 这两笔费用实际上就是 中共政权的保护费 而且这么庞大的军费 所打造的这种军力 这个枪杆子 军队警察等等 也就是把枪口指向 直接的这个 指着中国人民 让中国人民是赶路而不赶言 除了这个少数的勇者 很多中国人是赶路而不赶言 那么在国际上呢 中共更是把这个金钱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军援外交 银弹攻势 一路这个网友叫大撒币 大撒钱来开路 这个什么亚投行 一带一路 大规模的收购 西方的企业显示了 中共企图垄断 世界经济命脉的这么一个野心 那么另外呢 这个中共还有国际大战略 就是在金钱 大规模的金钱支配下的 一个大战略 那就是间谍战 人海战所办的间谍战 无孔不入的这个渗透 到这个其他国家 这个间谍战 以至于要到其他像民主国家 收买议员呢 这个影响媒体 或者是影响大学的学术交流 学术自由 中共的这些金钱和间谍的活动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惊呼 像这个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德国都惊呼 中共是用金钱和间谍 来粗暴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而且呢 这个是企图颠覆 这些国家的民主 就企图颠覆世界文明 这个建立在呢 中共对台湾更是金钱和间谍交工啊 交工之下 这个台湾呢 有一个惊呼叫做五千共谍撒台湾 恐怕还不止 包括像这些什么台商 台商这个亲共的政客 黑社会 或者说是路生路娘 去台湾留学的大陆学生 或者是嫁到台湾的新娘 这些都成为了共谍的债体 就不是说他们都是共谍 但是就是被中共所利用 无孔不入的利用为债体 这个红色这个毒液是四处弥漫 无孔不入在台湾 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 除了就是军事威胁之下 这个金钱和间谍是中共 对付台湾的这个主要一手 而在香港回归后的香港 大家都知道我也一再说 中共是把香港打造成了 他们这个红色权贵的淘宝中心 洗钱中心 而且事实上 他也把香港打造成了一个谍报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 这个为什么中共阻扰香港双普选 害怕香港民主化 要这个提前去改变一国两制的 这个用心所在 因为他不想让他的这个淘宝中心 洗钱中心这个流失 同时他有一个谍报中心要维持 所以在香港的这种金钱战 间谍战也是打的是如火如荼 而中共的这一套金钱和间谍 其实也影响到国内外的民主运动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渗透 另一方面是这个金钱的这种诱惑 而民主运动呢 这个不仅有这些外部的中共的这个无处不在的这些威胁 同时这个内部由于这个数字层次不齐 国民性的劣根性 还有这个心胸狭隘的也也有 那么造成了民主运动可以说是负重前行 很不容易 其中这个中共的这种这个这个利用金钱和这种间谍战术 对这个民主运动的瓦解 这样的作业是不可忽视 然后这个提到这些 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提到说成龙现象 成龙都知道是香港的一个武打民心 隐心 也是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 但是这个很有国际知名度 同时也很有国际经历的这个成龙 却并没有国际视野 他居然迷恋迷信 相信这个表面上有序的 或者是行李如頤的这个专制政治 对中共的一党专政是称赞有加 成龙有一句名言 他说中国人是需要管起来的 问题是谁来管谁管谁 这个成龙的回答他很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中国人应该由统治者管起来 问题是这个统治者怎么产生 是由人民选举和授权吗 还有这个统治者好与坏 看不看这个统治者的好与坏 人民有没有权利罢免 这个和这个这个 更迭这统治者 成龙看上去这个头脑很硕大 头脑硕大 但是他这个头脑居然没有想到 人民其实也是可以管统治者的 人民才是管统治者的 然后这个这个成龙呢 是他出自在香港 他是他的成名主要是在 自由的香港和民主的美国 他的成名做到这些地方 并不是在中国大陆 但是呢 自由的香港民主的美国 这些普世价值 似乎并没有给他留下这个启发 或者没有让他这个有所感恩戴德 反倒是他对这个中共的 这个大陆的一党专制 却这个莫名其妙的神亡 所以这个1954年出生的这个成龙 如果说我们设想一下 他就出生在中国大陆 生长在中国大陆 能不能成为明星 那是一个未知数 很有可能能不能度过 比如说大饥荒或者文革 这些大劫难 都是一个都很难说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他对反而对这个 生养他的这个自由的香港 成名在这个美国 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感恩之心 仅仅是靠一种这种狭隘的民主主义 甚至是种非常狭隘的这种 这种这种思维 在这奉迎这个一党专政 那像成龙这样的人呢 那就按照网友的话 他就属于老残了 而且属于一种高端的老残 重度老残 那么像他这样的老残 很悲剧的事 就还不只是成龙一个人 其实还有别的人 像这个香港 除了成龙刘勇这些艺人以外 像台湾还有什么黄安 李奥 罗大佑 这些这些人 就是亲共 这个红色基因 对民主自由是视而不见 对他们生长的地方 所带给他们恩惠 视而不见 一味的这个奉迎中共 所以这种现象 以非议所事也发生深行 可以说这些港台这些 这些亲共的 这些染红的这些艺人和名人呢 他成了共产党独裁统治的 外围的雍敦和帮衔 所以这实际上对给中国人民 可以说是帮倒忙 他们成名了 但对中国人民并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再说到这个中共这个十九大 这个苏仲伟也讲到这个十九大的一些判断 那么跟我平时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 总的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十九大 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 高层反腐了基本上就由此停摆 另外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 江派和团派的这个重创和削弱 因为这尽管这也是事实 最大的看点实际上是太子党和红二代的集体出局 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个对他威胁最大的并不是 这个现在不是团派和江派 他最忌讳的还是跟他这个 有同样血统的 跟他平起平坐的太子党和红二代 所以说他要让他们集体出局 另外这个十九大说形成的新的政治局常委里面 我也说过这个书中也论述 最有实权的 这个最关键的角色有两个 一个是王沪宁 一个是赵乐际 一个主管意识形态 一个主管这个中纪委这个刀把子 刀把刀把子 这两个人的这个作为啊 值得外界 这个他们的角色吃重 值得外界这个观察 那么十九大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是这个政权是一路的左转 往左这个狂奔 没有看到任何像这个文明世界靠近的这些迹象 那么我想说的是 如果这样子向左一路狂奔下去的话呢 对习近平对对习近平来说是前景不妙 甚至后果有可能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因为这是二十一世纪 完全跟做一些跟这个时代相违背的 相悖的这些事情思路和动作 只能受到时代的报复和报应 与时代不符 所以我也看到海内外不少人都在呼吁 一直在呼吁习近平 说他掌握大权之后 应该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比如说要推进中国的真正的法治 这个要废弃 这个人质的老一趟 要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 而要废治这个专制的这个老路 至于习近平本人听不听得进去 那就看他的这个智商高低 心智这个是否这个能够开窍 说人们不抱幻想 但是如果他要在左的道路上 一条路走到黑的话 不要说其他 不要说对国家民主带来什么 对他本人就非常的不利 可以说是我就说了 后果可能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这个之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回头来看这个中国整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局势 我就说经济上是病态的 这个政治上是没落的专制的 那么观察的腐败是深重的 非常深重 尽管中共在讲四个自信 其实内心是充满了恐惧 这个证明就是非常明白的证明 就是他仅仅抓住这些枪杆子 刀把子 笔杆子 死死的封锁互联网 这就是恐惧的一个民政 就恐惧的证明 根本不敢开放互联网 不敢跟人民有一点言论的自由的空间 这本身是一个恐惧的证明 所以跟他们宣传的四个自信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势 所以中共在一个不符合人类发展方向上继续的滑行倒退 他主要是想在维护他的红色集团的既得利益 红色权贵的既得利益 守住他们的基本盘 就像习近平 他的基本盘现在已经不是太子党红二代 而是他的习家军 他一手提携和打造了习家军 他对中共来说 他的基本盘绝对不是十三亿民众 他的基本盘现在就是既得利益者 党员官员或者是政商勾结的官员和商人 也就是现在处在所谓高端的 这个报复起来的那些 或者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些人 那么现在靠这些人在维持这个国家 维持这个政权 所以这个跟中国人民可以说 基本上在脱节 这个脱节在继续的潜移默化之中 脱节到一定程度的话 一声奔响随时可能发声 所以这个尽管目前看上去 好像中共还比较稳定的样子 但是他的内外危机仍然是深重的 我们不轻言说什么预测 不预测 但是客观的分析是摆在那里 走向是摆在那里 所以这个书大致就 当然有很多的详细的这些资讯和分析在里面 所以这本书给大家做一个简介 这是我最近几年在日本出版的第八本书 我通常中文版的是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那么因为我的书在日本比较受欢迎 日本读者比较喜欢我的书 据说我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在日本 因此我在日本最近几年就 这是第八本书了 像这个前些年就有些书在这里 像这个 这几本呢 一个个给他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以前出版的 就是红色中国灭亡记 红色中国灭亡记 这个主要是讲解放军的腐败 2013年出版的时候讲解放军的腐败 讲了解放军从士兵到军官到将领的腐败 讲得非常的细统 讲了之后在后来的习近平的反腐过程中 可以说是意念 多数是意念了我书中的这些描述和展现 腐败的身重是远朝外界的想象 我当时的结论就是比这个北洋水师 比满清的北洋水师腐败是有过之而无比 而且更为深重 那么这本书是这个 就日美中亚洲开战 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就是假如中美开战 在台湾出版的日文版本 这本书在日本是深受欢迎 那么这一本就是品行不佳的中国人 这个我的这个当时的中文版 香港叫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台湾叫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台湾版 那么最近中国人一再的一些中国游客 一些中国的旅客大闹机场出境洋向 也应验了我书中的这些描述 这个本来是红色中国的黑色权利者 是从毛泽东一直写到习近平 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 一直一路写下来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写下他们的后悔书 实际上我中文版呢 有中文版就是早年出版的 中文版就是在香港和台湾 分别出版的中南海后黑学 中文版的日文版 中文版就是前几天我给大家说过 川普习近平对决 川普对决习近平 然后日文版的叫美中冲突 还有美中俄现代版三国志 讲的是这个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 中美两个强两强两个强人之间 无可避免的冲突碰撞对撞 中国梦对撞这个美国梦 中国崛起对撞美国这个撞击到美国的再次强大等等 那这本书这个所叙述的很多事情 也在意念之中 另外呢就是这本书呢 是我在跟日本的旅居日本的一个华人作家石平 他是大概最畅销的一个作家之一 一个对谈 讲的是这个习近平是否会 习近平的执政是否会导致共产 中国共产党的消亡 这是去年早期时候出版的 那么还有本书呢就是这个常识类的 这本书呢是我原来中文版叫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那么日文版就浓缩成60个常识 是比较新版的 也是去年早期时候嘛 前年晚期时候大概这个时候出版的 常识介绍中国的这些常识 但我错在日本香港啊 这个台湾香港出书以外呢 在韩国也有出版我的书 韩国呢就亚洲国家 就是韩国跟日本 这个韩国这本书呢就是 实际上是我的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的韩文版 韩文版的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所以我之所以今天呢 用这个周末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书呢 因为平时也没有空谈到这些 没有空谈到这些书 所以这个平时也很忙 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主要是在中文版主要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书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我的书也这个被禁止出版 甚至我在国外境外出的书 也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 那么然后呢 在亚洲国家就是在日本和韩国出版书 那日本呢是比较多一些 因为日本的读者 尤其后外我的这个书 对我的书呢 这个书中所提供的这个 信息分析论述非常感兴趣 所以这也是我感到这个意外的地方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 当然我这个也可能有读者会问说这个新书有没有中文版就是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 我在考虑之中因为太忙还没得联系 同时呢这个出书有版权问题 因为也是因日本出版社邀约出版的 那么现在要出中文版的话 出版社之间也需要这个协商沟通等等 所以这都是需要花时间的事情 所以暂时没有中文版的希望大家谅解 关于书的简介呢在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我也有那个文章评论介绍 在日本的出版社呢 主要是出版我的书主要是像文艺春秋 福商社 宦东社和商业出版社这些大大的出版社 所以现在这个因为做视频呢也更忙了 那么写书的时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挤压 但是我会都会抽空 继续的这个根笔不倦继续写作 以回馈广大读者的这个厚爱 当然也希望各位观众提出你的宝贵意见 批评指正 好了 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